大家好,我是Stan 拥有552万订阅 且曾有肮脏过去的韩国穆斯林YouTuber 宣布计划在韩国仁川建立一座伊斯兰清真寺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陶仁的Kim最近在他的YouTube频道社群上表示 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 在仁川签订了建造清真寺的土地合约 他公开了一张手持土地买卖合约的照片并表示 这里将变成一座清真寺 真不敢相信这样的日子会来临 我计划在这里建立一个提供祷告和面向韩国传教的伊斯兰Podcast的工作室 他最后表示 要完成建筑需要财务上的帮助 愿意帮忙的人请捐款 后公开了自己的账户信息 当然这件事情马上就遭到了仁川地区居民们的反对 就在不久前 韩国清北大学的穆斯林留学生们 在大丘北区试图建造一座大型伊斯兰清真寺 但由于居民们的抗议 建设已经推迟了四年未能完成 当时居民们甚至还在清真寺建设地点附近的住宅区 进行了抗议活动 其中包括在公地附近食用猪肉 不过先不管居民们反不反对 这位YouTuber本身的问题就遭到了网友们的反感 首先他在2020年 因为试图对外国女性做坏事而被起诉了 对子Tao de Kim曾上传道歉影片表示 在成为穆斯林之谦的2019年6月 在首尔宏大的一家夜店一个人喝酒后 他与两名女性交换了联系方式 几小时后与其中一位女性会面 但因喝酒过多在沙发上睡着了 之后对接下来的事件没有记忆 当他醒来时发现女性正在尖叫 并明确表示该事件中的所有指控都是事实 承认了做坏事未遂嫌疑 之后Tao de Kim接受了警方调查 他也直接与受害女性会面 并向她道歉 随后受害女性撤回了对她的控诉 他也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在韩国造成了对穆斯林的负面形象 表示深感歉意并呼吁大家不应该因此而指责穆斯林 而应该只针对他个人的行为进行批评 当时他的一些粉丝们留言说 酒是万恶之源 如果你戒酒并成为忠实的穆斯林 你过去的错误就会被原谅 给予了他大大的支持 但根据媒体报道 事件一年左右后 在Tao de Kim朋友的IG线都能看到 Tao de Kim在夜店喝酒跳舞的样子 之后在海外夜店与一位女性的合照也被曝光了 总之因为这个人有很多言行不一致的前客 所以在宣布建造清真寺并要求大家捐款的时候 一位有着362万追踪 改宗教为伊斯兰教的韩国女性发文表示 Tao de Kim需要透明公开捐款额的使用 以及建造清真寺的过程 结果Tao de Kim在埃及先动用英文发布 一名韩国穆斯林在社交媒体上 对我建造清真寺表示怀疑 好吧就等着瞧吧 我给你看我建造的会有多壮观 我不会放弃达到我的目标 阿拉会和我在一起 但是用韩文去留言 接续昨天的话我再说一次 如果帮不上忙就给我安静点 再教教看你以为我会放弃吗 只是让他透明公开捐款额的使用流程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英文和韩文的温度差非常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镜头面前是一位纯正的穆斯林青年 但下班后却常去宏大的夜店喝酒和见女人 到底哪一个是他的副角色 说要建造伊斯兰清真寺 获得大量捐款后 用自己的名字买土地 到时候不盖清真寺 就说是因为遭到韩国人的反对 说韩国人排斥了我们的阿拉神 你们一起去骂他们来骗流量 相较于常见的来韩国就惊讶的外国人反应影片 伊斯兰这个才真的是蓝海市场 仔细想想 他其实是个爱国青年 他在诈骗伊斯兰教徒并专取外汇呢 不过我认识的穆斯林朋友也说 这家伙是个骗子 看来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支持他 然后有点担心 如果真相进一步被解漏 他会不会遭到什么危险 宗教自由我认可 但是像这样用宗教来诈骗别人的人 一定要让他受到教训 所以对于想要在韩国建造 伊斯兰清真寺的552万网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是出售的 是吴旦旅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